你看這人叫Stan Romanec 這個人他說他自己 很小的時候就開始接觸外星人 而且外星人不斷在灌輸他一些知識 所以也就是說他跟外星人 有交往就對了 他說他五歲的時候 當時就有一個藍眼睛的 一個女性的這樣外星人 就過來跟他說 其實你要好好保護自己 因為你將來會 賦予非常重大的任務 也就是你 你是我們跟地球人之間 接觸的一個管道 然後他這樣 小孩子聽著這個 你也聽不懂他在說什麼 覺得很詭異 他只說當時這些外星人 看起來像附屬一樣的臉 他臉上尖尖的眼睛大大 看起來很像附屬那種動物 那個臉型這樣子 然後他說後來慢慢慢慢開始 從2001年開始 這些外星生物就開始 跟他直接接觸了 你知道嗎 當時非常詭異 他的鄰居很多人都看到 他的家上空 突然出現一個紅色的幽浮 連鄰居都看到了 然後他自己打開門就看到 有三個這樣的外星人 你所有就像畫面當中 對 就像畫面這樣的外星人 三個人 這三個人就這樣走進來了 對 就這樣走進來 然後接下來他就喪失記憶 喪失記憶之後 他第二天醒來之後 發覺自己手上 就有這樣的傷痕 我跟你講這個傷痕也就算了 你知道這個傷痕後來 人家拿紙外光去照射 這些傷痕竟然會發光 傷痕怎麼會發光 對 正常傷痕不會發光 如果是受傷的傷口 應該是你的皮膚破掉的 組織才對 頂多是流點血 或什麼東西 為什麼會發光 你看有點點狀在那邊 然後我跟你講 接下來他說他自己知道了 至少11次 跟外星人這樣接觸的經驗 這麼多 然後外星人不斷的 在灌輸他一些 外星人一些知識 包括外星人 星球的種族的種類 然後外星人居住的環境是怎麼樣 甚至一些外星人 非常科技的先進知識 甚至還說外星人 還幫他跟外星人種族配種 你知道 好像是要調和出 地球人跟外星人的後代出來 這個聽起來非常詭異對不對 會不會你這個人在做夢 在胡思亂想 有可能 可是問題是2002年的時候 他就寫出這樣一個方程式出來 你知道他只有小學畢業而已 他小學畢業 小學畢業可以寫出 這樣的一個方程式出來 老實講我看都看不懂 他在寫什麼 可是這個東西是 高等微積分的東西 是 我跟你講 結果他寫出來之後 拿去給科學家看 科學家說 這個好像是預言了 一種元素的誕生 這是他寫的時候2002年 你知道 他預言了一種元素的誕生 結果你知道嗎 2004年 我們真的發現了UVP 也就是元素編號115這個元素 UVP是在俄羅斯那邊發現的 你知道他居然這個城市 居然預言了這個元素會出現 實際上以前51區跑出來的人 就曾經說過 其實115號元素 他已經預言當時也預言 115號元素就是 由福拿來做 那個飛船的動力的來源 也就是這種元素 你知道這種元素 目前我們人類 已經製造出來有多少個嗎 多少個 只有40個原子 只有原子而已 只有原子 這麼稀少的量 那外星人很顯然 早就發現了這樣一個東西 EVP這樣的東西 所以這到底是代表什麼東西 實際上他後來在2006年的時候 他又當了他自己太太的面 還有其他一堆人的面 他又寫下了一堆方程式 那好像是一種 完全沒有辦法自主 就被控制了 然後這樣寫下來 但這個方程式 很多科學家看了之後 發覺你知道 他居然是預測了零能點 然後預測了整個空間扭曲 甚至整個電磁場的這些東西 你說一個小學畢業人 他可以寫出這樣的方程式出來 然後去模擬這樣的一個東西 他如果自己亂寫的話 也不可能寫出這樣子 有條有理的方程式 你亂寫要讓科學家看得懂 那基本上機率是0 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是不是真的 早就有外星人 透過Stand這個人 來不斷的在跟地球人 傳達訊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